有那个功德 他告诉你 比如说心经告诉你 要照见五蕴皆空 那你说那往生的人 他都没有时间修行啊 对不对 他要怎么修 你认为什么叫修行 所以这个修行的观念 就有一些人不知道 修行是修什么 修什么 修行 很多人常常会说 师父 我现在在医院生病了 我没有办法念佛 我没有办法拜佛 我没有办法去参加法会 我不能再修行了 我怎么 我没有办法消除我的业障 你误会修行的定义 你就算躺在床上 一动都不能动 只要你的头脑还清楚 你就可以修行 刚才我们不是讲吗 修行是深 口 意 意是主导 心是决定 你这个业 善还是恶 故作业必受到 就是你故意的 强力照做的业 那个力量是很强的 那个心比较有决定性 就算你躺在床上 都不能动 你依然可以很精进的修行 第一个 你很清楚 比如说 有一些人要往生的 佛陀基本上会这样 人要往生之前 他没有什么可以做了 他也没办法说 我还有几天 几天可以修行 没有啊 那么佛陀 怎么告诉他们修行呢 第一个 他要看人了 看人 假设他是在家居士 在家居士还要看 那比如说 虚达多这种 这种已经对佛法 有一点理解的 他的开示又不一样 那一般的 开示又不一样 那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比较没有解脱心的人 那么或是平常 比较没有那么力量 在修行的人 就是平常比较 没有用心在修行的人 那么这一类的人 佛陀比较会告诉他 你现在要意念什么 意念善法 你过去持戒 你过去的布施 你过去的善行 念佛 念法 念身 念世 念戒 念天 就是你要想起 你过去做了哪些好事 你不要告诉他 怎样怎样 但是他有些什么放不下的 你叫他 就是要告诉他 这个世间一切是无常的 你不要执着这个 那么这一些都是幻化的 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要提起他的善念 跟正念 就是不会害怕 不会恐怖 你要相信 你过去所做的这些善业 他一定有力量 决定 决定你未来会去哪里 是由你过去的善业 过去所造的 跟现在这颗心 决定你要去哪里 那过去你所造的 已经造的 他不会失去 不管是好的 不管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一生 不可能都做好的 也不可能都做不好的 我们都是这样 好心做一点 坏心做一点 好话讲一些 坏话讲一些 多少都会有 但是佛教徒 好心出的比较多 好话讲的比较多 好事做的比较多 基本上会这样 那么 从这里来看 你有这一个善业 本来就比较多 佛陀讲 你一棵树往东边长 倒下来 一定往东边倒 可是当你在往生的时候 或是当你在生病的时候 你会害怕 会恐怖 当下那个心 也很有力量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安定 他那个心 因为你要去哪里 或是你会不会好 决定于 虽然过去的业 但是你现在这颗心 有决定性 有决定性 所以重点在 让他的心安定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 让他的心向上 向上 然后再向上 再提升 那么他就一定会到好的地方 那么如果 这个居士或这个法师 他有听闻到佛法 或是他的心 是要向解脱的 就来让他向上 向上 向解脱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而已 那么 我们佛陀去跟比丘 跟居士 叫他意念他的善法 他想到 我过去做了些什么好事 我又持戒 我又吃素 怎样怎样 意念这些 他心充满着善法 他这个时候 是法喜的 是献法乐住的 这个时候的心 有决定性 那当然你如果平常 就常常保持这个心 那个就是 常常在正念当中 那么你也不用太担心 我吃素 然后我吃素 你也学会